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们廉江县的陈冠林县长都亲自到 而且还有台东的市长花林市长都亲自到 我们明天在基隆要办一个全国武艺展演 所以他们今天来开全国代表大会明天顺便一起出席 因为我们基隆在全国二十个县里面 可是全民体育的领头羊也非常谢谢谢国良市长 大力支持我们办理这活动 明天有六千五百人参加全国的武艺展演 希望我们基隆市的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观看 全国各种跳舞包括土光舞 延吉舞 太极以前 还有排舞 还有楼栗球很多很多的项目 希望大家一起来运动身体会健康 感谢全台各界全力来推动台湾的体育发展 透过多项体育顺势与活动 一起来推广体育并活络体育产业 带动各地的生机与发展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等你来看周六 来自各县市超过六千多名热爱跳舞运动的选手 齐聚在刚整建完成的基隆体育馆大秀舞艺 全国舞艺展演 气氛热烈 画面上是基隆地方名人 蔡富天的太太蔡卢桂美 今年88岁 跟着音乐节拍舞动全身 和大家一起来参加这场全国舞艺展演 场边观众抱以热烈的掌声 今年的全国舞艺展演 回为11年 再度回到基隆举办 在各界的支持推动下 共有六千多名选手齐聚基隆体育馆 以舞会友 展现十多种舞艺的特色 112年全国舞艺展演 我们这次有楼梨球 运动舞蹈 原住民舞蹈 还有太极拳 中东地皮舞 宜家 排舞 土豪舞 新住民舞蹈和活力健康舞 一共有十几下 而且我们来自全国包包金门 棚舞舞 有6500多位选手 来参加这个全国舞艺展演 我们去年在花莲 千年在台中 今年又回来基隆办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小外市长大力来支持 也谢谢我们体育署大力的站住我们的活动 非常谢谢议会 还有学友殿堂 让我们这活动越办越成功 非常感谢郑锦州理事长 承办我们全国的舞蹈赛事 那我们来这边看到非常多的运动团体 包含我们楼梨球 太极拳 土豪舞等等 都一起来这边表演齐聚育堂 除了有益身心健康也广结朋友 那我觉得这代表着我们基隆市城市的一个进步力量 非常谢谢大家的资源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 我也代表基隆市议会 全力来支持我们体育界的各项活动 我个人也是单项运动的主委 我们希望我们体育活动可以在基隆继续蓬勃发展 这代表我们基隆有朝气 然后蓬勃进展的迅速 让我们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看到我们基隆的美 支持我们基隆 回为了11年 我们终于武艺的展演又回到了我们基隆 尤其是在这个运动场馆 是我们刚刚修缮完成的 所以6000多名的选手 在我们这个崭新的体育场馆里面 展现了我们最大的运动动能 所以也期待我们基隆市 其实是可以承办如此大型的活动 当然我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体育总会我们政理市长 和一年一年的承办 那也欢迎借这个机会 各县市来到了我们基隆的 各位武林好手 各位运动好选手 能够来到我们基隆 好山好水好风景 同时也好游玩 今天办得这么成功 我们要感谢很多人 尤其我们的全国政理市长 和市长 以及厂商 像谁的厂商 这个武艺 这个运动 是非常花钱 还有感谢我们体育 对这个运动有支持 如果运动搞得好 大家来共襄盛起 有的省了好多的健保会 这是个正面的 担任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 联合总会总会长 及基隆市体育会的 理事长郑景周 感谢中央到地方的全力支持 议长同子委与多位市议员 也亲自到场 参加这场隆重的武艺盛会 现场并颁奖表扬 支持体育的各单位 共同促成这场武艺展演 提倡健康的运动风气 也带动基隆的产业与观光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魁为三年 周日在外木山举行长泳活动 吸引了将近两千位的选手参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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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因为我喜欢游泳这件事情 然后更喜欢长泳 然后更喜欢海的 不确定性的冒险 很勇敢耶 对啊 抓在水里都不怕的 但是我觉得我左边是教练 然后右边是游泳健将 我觉得他们比较勇敢 他们愿意陪我 就是很谢谢他们两个 愿意陪我圆梦这样 加油哦 谢谢 你们从哪里来 台北 台北 他们因为他们想要游泳 然后就是刚好我也是在台湾 就是比较算比较会游泳的 所以我就带他们一起来 所以这些朋友是从哪里来的 都不一样 就美国啊 都有 对 没有游泳过 没有 知道这个不容易吗 知道 知道 那你觉得说可能对大家困难 在台湾的地方 就是那个浪吧 就我怕游一个浪反方向 因为疫情睽違三年 重新举办的外木山长泳活动 吸引许多爱好游泳的好朋友来参加 场面相当壮观 来到我们睽違三年的 外木山长泳的一个活动 今天一共有大概 两千名左右的选手来报名 感觉非常的壮观 外木山长泳活动 规划从沐山奥救生站的 交岩区开始长泳 沿着海岸到大五轮奥底沙滩上岸 全程大约三千两百公尺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 民政处长 消防局长 警察局长 以及多位市议员 北关风管处长 还有台电协和八电厂等贵宾 都共同来为选手们加油 一起感受基隆的山海魅力 海洋赛事活动 的确可以帮基隆带来很多的人潮 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来的时候 我们周边可以有更多的配套 让他在赛事前 中 后 都能够让他更享受到 基隆的一些食衣住行 也希望他们能多一些在地的消费 各团队注意 现在DET真正永久 已经要准备下海了 请各团队准备卸备 1 2 3号团队 他会注意一下 一个大型海洋赛事活动 为基隆的经济消费增添活力 而活动幕后也有许多无名英雄 默默为这个活动安全尽心尽力 值得各界来鼓励 除了大会人员 救难协会 警察 海巡等 还有向消防局特别出动 两架无人机 将画面回传 帮助救难人员 判断永克的状况 来守护活动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受疫情而停办三年的 台流国际樊船赛 今年恢复举办 市长谢国梁特别参加 在必杀鱼港举办的选手之夜 用道地的台式拌桌料理 欢迎各国选手 为了欢迎各国帆船选手的到访 市府特别安排 充满台式风格的扮桌 还有国际师王冠军的 常兴旅师傅龙师团 带来精彩的武师跳装表演 让各国选手们 看得目不转睛 掌声连连 有45艘帆船 然后来自于16个国家 对 那船级有来自5个国家 然后大家在今天 今天是选手之夜 然后我们特别用了这样子 一个台式扮斗的方式 来宴请我们所有 来自海内外的帆船选手们 基隆市府不但要靠 这一类的一个比赛 推广国际的观光 我们更希望能够把这种 很多很好的这种帆船文化 带到当地来 那也希望打造更好的 一个观光旅游的风景 跟更多的人来参观基隆 最多船只的一次 所以是有史以来从1998年 办这个台流碑以来 其实是在睽違三年 疫情后的第一次 帆船运动其实要做很多的准备 那我们包括在 自己的装备上 心态上 还有对待大自然的 这个准备要做好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海图啊气象啊 甚至包括这个相关的 港口的这个状况 都要做好准备 那这一次是睽違三年的 台流碑帆船赛 这已经是亚洲第五大的帆船赛 这个场地还蛮合适的 气氛怎么样 对这个当然是很棒 因为这个环境都非常的漂亮 不过我觉得这个未来 必杀鱼港的周边的整个建制 跟管理跟未来有更多业者的投入 可以做得更好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台流碑 台湾区钟明华主席 台流碑公古岛杜真丽江博主席 一同向选手致意 祝福活动进行顺利一帆风顺 而这次的大会办手礼 是由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安排引界的环保防晒乳 希望借此宣导保护海洋 爱护地球的理念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台流碑国际船赛 在昨天举行基隆与绕岛赛 总计有来自16个国家 350名选手拆家 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 迈入第25年台流碑国际帆船赛 11日在朝近海湾正式起航 45艘来自台湾 日本香港及马来西亚等国家队伍 360名帆船选手共襄胜举 因为我们已经停了三年 因为疫情停了三年 所以几乎今年来讲累积了很多三年的能量 那这三年里面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成长速度很多 三年大家都没有出国 所以很多企业组也投入了这个帆船运动 这三年里面也开始训练买船 所以今年我们的船数就增加了很多 在台湾的船数增加了很多 那比较感动的是说像香港他们也是直接从香港开过来 香港的话他们开来的时候花了五天四月 出发前必杀浴港游体码头 集满参赛船只 选手们整装待发 对赛事相当期待 很多帆友包含全台湾能动的帆船 基本上都会为了这一次有意义的比赛来 因为不但航程精彩 这个能够到日本来享受到日本的河牛 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那所以很多船友我们平常都在南部 都还要特地把这个帆船千里迢迢 先把它移到基隆必杀来 今天感觉天气也蛮好 然后台北也会下很多天鱼 所以来到基隆这种阳光看起来很灿烂的地方 然后觉得这船看起来都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再高级还要再行 所以觉得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 开幕医事上 基隆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志伟及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亲自出席一同见证国际赛事 重回基隆举办 其实我过去去南发 因为我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多次去那边旅游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必杀渔港 其实它的游艇码头是可以比美那边的环境 那我是希望未来在招商 我目前在招商 跟邀请游艇的经营的业者进驻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兼顾到游艇使用者跟一般观光民众 这个彼此之间的共同需求 那游艇使用者它是一个需求 那一般的民众的观光 西家带券 亲子 这又是另外一个需求 这两个需求 在我过去去法国旅游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同时并存 那我们未来也会跟我们假如有得标的话 这些业者去沟通 如何让业者在经营游艇的过程中 要兼顾到一般的民众的观光需求 那能够兼顾到观光需求 让这个地方更热络 其实才是我们市政府 做这个标案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如果全部都只给经营游艇的朋友来使用 而没办法扩及到一般的观光旅客的话 那第一个就非常可惜 第二个钱也少赚很多 基隆的国家海洋门面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必杀鱼港 那我们的游艇港 如果可以发挥更多的观光价值 打造我们的蓝色公路 蓝色系统上的观光 会对未来基隆的观光 会直接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跟变化 也会让我们的居民生活的更好 让我们附近的这个饮食美食 都可以展现出来 我想持续的打造海洋观光 是我们市议会全力会支持市政府做的事情 那当然刚刚我们管主委也特别说 明年的补助会给我们更多 所以我想在中央跟地方合力努力之下 我想基隆的海洋朝经海湾节 绝对会是更独特 然后更好的一个活动 YO卡公司也加码 制作限量500张YO卡做工艺 民众只要到餐车市集消费 每笔将提供10%回馈 活动还延伸到基隆相关的海洋系列活动 让民众玩得尽兴 这个帆船赛事 这个是台湾跟琉球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而且历史悠久的 那我们YO卡也共襄胜举 希望做出500张限量500张的特殊的一个版面 来做工艺的活动 那也希望有兴趣做工艺 或是对卡名来讲 只有500张要买动作一定要快 其实就是我们单笔消费 每一笔最多50块 然后一个人最多消费就是200块 然后这个10%的优惠不是只有单纯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公布的这四个活动 其实一直到12月底 其实市府现在各局处如果有活动 然后有餐车有需要消费的 我们都会一起YO卡公司来做一些配合 台流杯帆船赛国内外好手云集 除了证明金融非常适合帆船运动的水域环境条件 藉由政府和民间一起推广 让台湾也能在国际赛事舞台上发光发热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在国际上发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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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又到了黎哥高唱的毕业季 不少毕业生透过家长 希望金融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可以在他们的毕业纪念册上签名留念 佟子伟表示他都会逐一亲笔签名 并且祝福毕业生们梦想起飞 在台上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亲自颁发议长奖给民传国中的应届毕业学生 恭喜他们修业完成 也祝福大家圆满迈入下一个学习阶段 而到台下佟子伟也没有闲着 毕业生和家长也拿着毕业纪念册 请议长签名留念合影拍照 又到了黎哥高唱的毕业季 毕业纪念册就成了许多毕业生的最美回忆 不少毕业生透过家长 希望金融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可以在他们的毕业纪念册上签名留念 佟子伟表示能够为毕业生签名 是他的荣幸也非常开心 不管是个人请他签名或是全班毕业册 一起拿给他签 他都会逐一亲笔签名 并且祝福毕业生们梦想起飞 如果有机会 我会尽量到我们金融市的每一间学校 来勉励同学 然后祝福大家 其实在每一个阶段的学习 都只是一个过程 那相信大家只要有所努力 都会持续地进步 那如果有同学要我帮忙签名 毕业纪念册 其实是我的荣幸 那也很高兴认识大家 其实譬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名传国中 因为我常常来 所以大部分的毕业生 其实都跟我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所以很谢谢他们 这几年陪伴我成长 我也陪伴他们成长 那很希望我们大家 共同为基隆的未来努力 那他们也都是我们基隆市 未来最美好的风景 跟最重要的力量 你会是个人拿给你签 或是整个班级拿给你签 一定都会接受 一定一定 我如果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荣幸 我们当然会一本一本地 把大家的这个毕业纪念册签完 那我也不会只有签名呢 我一定会写给大家一句话 回到市议会议长办公室 议长佟志伟马不停蹄 继续亲自签名毕业纪念册 佟志伟强调 不管是现场索取签名纪念 或是现场刚好没有机会 遇到他本人 而将毕业纪念册送到议长室 他都非常欢迎 不管再忙 他都会一一亲自签名 为每位毕业生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对他来说 这也是毕业季时 最温馨开心的选民服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根据警察局统计 基隆市小学周边 席人事故建树 以南融国小发生率最高 其次是新义国小 深美国小及欺度国小 立委蔡世音协助基隆市政府 向内政部营建署 提出八所学校七个计划的 校园道路环境补助案 总经费进一元 营建署方面预计两周内核定 基隆市三美国小校长 陈建文特别说明 包含新色人行道在内的 校园道路改善计划 因为目前仍有学生上下学 会雨车争到安全受到威胁 如果我们往港都 或者是往美的世界的 那个社区的那个部分的孩子 走路的时候会有部分的区段 是必须要走在马路上的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局部断点的部分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连接到现有的人行步道上 那这样子孩子回到美的世界的 那个区段也会能够 比较顺利的安全 根据基隆市警察局方面的统计 从去年一月到现在 包括南农国小 信义国小 深美国小及欺度国小周边 都曾发生行人事故 为了维护学生上下学安全 在立法院蔡世英协助争取下 金融市政府在五月 向内政部应件署 申请校园道路改善计划补助 共计八个学校七个计划 总经费净议员 预计两周内核定 这边的同学步道改善 这个是我们部长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 也是行政院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 那目前今年度行政院 有专案的计划 在补助各地方政府 赶快去针对校园周边改善来提案 那校园周边改善的理想 其实应该是说 校园周边大概300公尺到500公尺范围之内 都能够串联到校园 这是我们最大的理想 那目前大概就是从学校门口 左右两边开始施作 然后希望能够往社区里面去推动 目前基隆在五月份 有跟署里面申请八个学校七个计划 那这些计划我们在陆续审议中 那预定应该是在最近两个礼拜之内 会发核定的公文 对于蔡适应协助 基隆市推动校园周边通学步道改善 市议员非常肯定 有呼吁基隆市政府能提出更多 校园道路改善计划 维护所有学生安全 基隆市的小学还有国中总共还有高中 大概有五十几所 那其实才提八个学校 其实有点少 我是希望基隆市政府能把所有的学校 都提上去让内政部引建署来审核 感谢委员在我们基隆市有在推这个通学步道 这通学步道对这些小学生跟接送的家长都非常的重要 不然小朋友有时候很无知 或者是捡一颗球就到马路上了 那以委员的争取呢 希望每个孩童都能平平安安 然后快快乐乐的长大 除了通学步道改善 蔡适应强调 其实校园周边还有一些计划可以扩充 包含电感下地 私人土地配合人行道退缩等 建议基隆市政府在规划时 能一并纳入建构更为安全的行走空间 民建署的态度很清楚 只要是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有能力 在这个周遭可以把校园安全通行步道 都匡列进去的部分 民建署会列为支持 这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有办法能够沟通 民间私有的土地也能做配合的话 那我们的一键水也是乐观其成 那第三个有特别民众提到 里长提到的就是说 那地方上如果有电感下地 能不能一并来推动处理 那一键水也在理到说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他们在预算里面能够来补助 那我相信对于基隆市来讲 这在几个部分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记者张旗藤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议长佟子伟 特地前往成功国校 查看他争取改善的各项设施 也开心地和学生们合影留念 幼一班毕业发表 进到成功国小刚好遇到 幼儿园毕业班拍摄毕业影片 应校长陈怡君的邀请议长 佟子伟开心加入和小朋友们 一起合影留念 而合影的幼童游戏区 刚好也是佟子伟 担任议员开始努力争取改善的地方之一 其他包括开放已经成为居民活动空间的 彩色操场跑道的铺设和清洁 以及最近才完工 同样由议长佟子伟争取改善的校门口内地平重铺 提升止滑透水的功能 避免滑倒 保障家长和师生的安全 佟子伟开心系数各项设施设备的改善 也让校方由衷感谢议长对于成功国小的关心和照顾 成功国小非常感谢我们的议长 佟子伟议长 他长期以来对学校的照顾 这一次议长又给学校经费的支持 让我们可以改善大门口校门口的地平 因为这个路径是每天师生以及家长 他们在接送的时候必经的一个道路 之前红砖非常的滑 所以我们这一次很谢谢议长给学校这一笔经费 我们改善了整个的地平 现在的地平它不止防滑 而且它透水 具有环保 相信这个对于师生行的安全有很大的提升 因为成功国小位除我们狼爱区市球无理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且重要 我们周边有非常多的居民 而且成功国小是开放式的校园 所以不仅是我们师生重要的学习环境 也是我们社区居民甚至整个狼爱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空间跟场域 所以我们这几年大概五年来 我们投入了非常多的经费做校园改造计划 那也谢谢陈宜君校长带领的主任老师非常用心的经营学校 我们现在学校不管在硬体设施 还是音乐班的一些相关的教学环境 我们都持续在提升当中 在校长引导下 议长童子卫也到成功国小食农教育教室参观小朋友上课的情况 以及教室的设施设备 童子卫指出这是由中央补助新建 环境设备都非常好 而不管是由中央补助的建设 或是由他争取改善的设施设备 只要是对成功国小学生和老师们有所帮助的 都是他最开心的事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